瓦尔登湖 十六 冬天的湖 作者 索罗 徐迟矣 睡过了一个安静的冬天的夜晚 而醒来时 印象中仿佛有什么问题在问我 而在睡眠之中 我曾企图回答 却又回答不了 什么 如何 何时 何处 可这是黎明中的大自然 其中生活着一切的生物 它从我的大窗户里望进来 脸色澄清 心满意足 它的嘴唇上并没有问题 醒来便是大自然和天光 这便是问题的答案 雪深深地积在大地 年幼的松树点点在上面 而我的木屋所在的小山坡似乎在说 开不走 大自然并不发问 发问的是我们人类 而他也不做回答 他早就有了决断了 啊 王子 我们的眼睛查审而羡慕不至 这宇宙的奇妙而多变的景象 便传到了我们的灵魂中 无疑的 黑夜把这光荣的创造遮去了一部分 可是 白昼再来把这伟大作品启示给我们 这伟大作品从地上伸展 直到太空中 于是 我干我的黎明石的工作 第一 我拿了一把斧头和桶子找水去 如果我不是在做梦 过了寒冷的 飘雪的一夜之后 要一根魔杖才有办法找到水呢 水汪汪的 微陡的湖水 对任何呼吸都异常地敏感 能反映每一道光和影 可是 到了冬天 就冻结了一英尺 一英尺半 最笨重的牲畜 它也承受得住 也许 冰上还积了一英尺深的雪 使你分别不出 它是湖还是平地 是周围群山中的土拨鼠 它合上眼睛 要睡三个月或三个月不止 站在积雪的平原上 好像在群山中的牧场上 我先是穿过一英尺深的雪 然后又穿过一英尺厚的冰 在我的脚下开一个窗 就跪在那里喝水 又望入那安静的鱼的客厅 那儿充满了一种柔和的光 仿佛是透过了一层磨砂玻璃 照进去的似的 那汽砂的底还跟夏天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一个并无波涛而有悠久澄清之感的 像琥珀色一样的黄昏正统治着 和那里的居民的冷静与均衡气质 却完全协调 天空在我脚下 正如它在我们头上 每天 很早的时候 一切都被严寒冻得松脆 人们带了吊杆和简单的午饭 穿过雪地 来吊鲜鱼和缩鱼 这些野性未逊的人们 并不像他们城里的人 他们本能地采用另外的生活方式 相信另外的势力 他们这样来来去去 就把许多城市部分地缝合在一起了 否则的话 城市之间还是分裂的 他们穿着结实的粗泥大衣 坐在湖岸上 在干燥的橡树叶上 吃他们的饭餐 他们在自然界的经验方面 同城里人在虚伪作作方面 一样聪明 他们从来不研究书本 所知道和所能说的 比他们所做的少了许多 他们所做的事 据说还没有人知道 这里有一位 是用大鲁鱼来钓缩鱼的 你看看他的桶子 像看到了一个夏天的胡爪一样 何等惊人呢 好像他把夏天锁在他的家里了 或者是他知道夏天躲在什么地方 你说在中东 他怎么能捉到这么多 啊 大地冻了冰 他从朽木之中找出了虫子来 所以他能钓到这些鱼 他的生活本身 就在大自然深处度过的 超过了自然科学家的钻研深度 他自己就应该是 自然科学家的一个研究专题 科学家轻轻地把苔藓和树皮 用刀子挑起来寻找虫子 而他却用斧子 披到树木中心 苔藓和树皮飞得老远 他是靠包树皮为生的 这样一个人就有了捕鱼权了 我爱见大自然在他那里现身 鲁鱼吃了曹旗 缩鱼吃了鲁鱼 而渔夫吃了缩鱼 生物等级的所有空位 就是这样填满的 当我在有雾的天气里 绕着湖阔布时 有时 我很有幸运地 看到了一些 愚人所采取的 原始的生活方式 也许 他在冰上 绝了许多 距离湖岸乡等的小窟窿 各自距离四五干 把白羊枝横在上面 用绳子附住了鸭枝 免得它被拉下水去 再在冰上面 一英尺多的地方 把松松的吊丝 挂在白羊枝上 还附了一张干燥的橡叶 这样 吊丝给拉下去的时候 就表明 鱼已上钩了 这些白羊枝 显露在雾中 距离相等 你绕湖边走了一半时 便可以看到 啊 瓦尔登的缩鱼 当我躺在冰上看它们 或者 当我望尽鱼人们 在冰上挖掘的井 那些通到水中去的 小窟窿的时候 我常常给它们的 稀释之美 弄得惊异不止 好像它们是神秘的鱼 街上看不到 森林中看不到 正如在康克德的生活中 看不到阿拉伯一样 它们有一种异常厌慕 超乎自然的美 这是它们跟灰白色的小雪鱼 和黑线雪相比 不斥天渊之别 然而后者的名誉 却传遍了街道 它们并不绿的像松鼠 也不灰的像石块 更不是蓝的像天空的 然而 我觉得它们更有西式的色彩 像花 像宝石 像珠子 是瓦尔登湖水中的 动物化了的核火星体 它们自然是 彻头彻尾的瓦尔登 在动物界之中 它们自身就是一个个 小瓦尔登 这许多的瓦尔登啊 惊人的 是它们在这里被捕到 在这深而且广的水中 远远避开了 瓦尔登路上旅行 经过的旅马 轻便马车 和铃尔叮当的雪车 这伟大的金色的 翠玉色的鱼游泳着 这一种鱼 我从没有在市场上看到过 在那儿 它必然会成为 众母之所主 很容易的 只用几下 惊鸾性的急转 它们就抛弃了 那水漏漏的鬼影 像一个凡人 还没有到时候 就已升上了天 因为我渴望着 把瓦尔登湖的乡船 早已失去的湖底 给予恢复 我在1846年初 在荣兵之前 就小心地勘察了它 用了罗盘 铰链 和侧水深的铅锤 关于这个湖底 或者说 关于这个湖的污底 已经有许多故事传送 那许多故事 自然是没有根据的 人们并不去探查湖底 就立刻相信 它是无底之湖 这就奇怪极了 我在这一带的一次散步中 曾跑到两个这样的 无底湖边 许多人非常之相信 认为瓦尔登 一直通到地球的 另外一面 有的人躺卧在冰上 躺了很久 通过那幻觉式的 媒介物而下看 也许 还望着眼中全是水波 但是 他们怕伤风 所以 很迅速地下了结论 说他们看到了 许多很大的洞穴 如果真有人 会下去田色甘草 其中不知道 可以塞进多少甘草 那无疑是明河的入口 从对些入口 可以通到地狱的疆域里去 另外 有人从村里来 架了一头56号码 绳子装满了一车 然后 找不出任何湖底 因为 当56号 在路边休息时 他们把绳子放下水去 要测量他的神奇不可测量 结果是突然 可是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读者 瓦尔登有一个 尖密的合乎常理的湖底 虽然的深度很罕见 但也并非不合理 我用一根钓血鱼的钓丝 测量了他 这很容易 只需在他的一头 吸一块 种一磅磅的石头 他就能很准确地告诉我 这石头在什么时候 离开了湖底 因为 在它下面 再有湖水以前 要把它提起来 得费很大力气 最深的地方 恰恰是102英尺 还不妨加入 后来上涨的湖水5英尺 共挤107英尺 湖面这样小 而有这样的深度 真是令人惊奇 然而 不管你的想象力 怎样丰富 你不能再减少它 一英寸 如果一切的湖都很浅 那又怎么样呢 难道 它不会在人类心灵上 反映出来吗 我感激的是这一个湖 深而纯洁 可以作为一个象征 当人们还相信着 无限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湖爪 被认为是无敌的了 一个工厂主 听说了我所发现的深度之后 认为这不是真实的 因为根据他熟悉水渣的情况而言 细沙不能够躺在这样俊潇的角度上 可是 最深的湖 按它的面积的比例来看 也就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深了 如果抽干了它的水来看一看 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十分深透的山谷 它们不是像山谷似的碑形 因为这一个湖 就它的面积来说 已经深得出奇了 通过中心的纵切面 却只是像一只浅盘子那样深 大部分湖爪抽干了水 剩下来的是一片草地 并不比我们时常看到的低洼 威廉·吉尔平在描写风景时 真是出色 而且总是很准确的 站在苏格兰的飞银湖湾的尖端上 他描写道 这一湾岩水 六七十英寻深 四英里阔 约五十英里长 四面全是高山 他还加以评论 如果我们能在洪水泛滥 或者无论大自然的什么精卵 造成他的时候 在那水流奔穿入内以前 这一定是河登可怕的缺口啊 高耸的山峰升得这么高 低洼的湖底沉得这么低 库尔广 好河床 可是 如果我们把飞银湖湾的 最短一条直径的比例 用在瓦尔登上 后者我们已经知道 纵切面 只不过是一只浅盘形 那么 他比瓦尔登 还浅了四倍 要是飞银湖湾的水 一股脑倒出来 那缺口的 夸大了的可怕程度 就是这样 无疑问的 许多伸展着玉米田的 笑眯眯的山谷 都是急流退去以后 露出的可怕的缺口 虽然必须有 地质学家的洞察力与远见 才能使那些 史料所未及的居民们 相信这个事实 在滴滴的地平线上的小山中 有见识力的眼睛 可以看出一个原始的胡罩来 平原没有必要在以后升高 来掩盖它的历史 但是 像在公路上做过工的人一样 都很容易知道 大雨以后 看看泥水潭就可以知道 哪里是洼地 这意思就是说 想象里 要允许它稍稍放纵一下 就要比自然界 潜下的更低 升起的更高 所以 海洋的深度 要是和它的面积一比 也许是潜得不足道耶 我已经在冰上测量了 湖的深度 现在 我可以决定湖底的形态了 这比起测量 没有洞冰的港湾来 要准确得多 结果我发现 它总的说来是规则的 感到吃惊 在最深的部分 有数英亩地是平坦的 几乎不下于任何阳光下 和风中那些被耕植了的田野 有一处 我任意地挑了一条线 测量了三十杆 可是 深浅的变化 不过一英尺 一般的说来 在靠近湖心的地方 向任何方向移动 每一百英尺的变化 我预先就可以知道 不过是三四英寸上下的深浅 有人惯于说 甚至在这样平静的 沙底的湖中 有着深而危险的窟窿 可是 若有这种情况 湖水早把湖底的不平 一律一为平底了 湖底的规则性 它和湖岸 以及临近山脉的一致性 都是这样的完美 远处的一个湖湾 从湖的对面 都可以测量出来 观察一下它的对岸 也可以知道它的方向 夹角成了沙粥和浅滩 溪谷和山峡 成了深水与湖峡 当我以十干比英寸的比例 画了湖的图样 在一百多处 记下了它们的深度 我更发现了 这轻人的一致性了 发现那记录着 最大深度的地方 恰恰在湖心 我用一根直尺 放在最长的距离上 画了一道线 又放在最宽阔的地方 画了一道线 真使人暗暗吃惊 最深处 正巧在两线的焦点 虽然湖的中心相当平坦 湖的轮廓 却不很规则 而长阔的悬殊 是从凹处量出来的 我对我自己说 谁知道是否这暗示了 海洋最深处的情形 也正如一个湖 和一个泥水潭的情形一样呢 这一个规律 是否也适用于高山 把高山与山谷 看作是相对的 我们知道一个山的脆霞的地方 并不一定是它的最高处 五个凹处中有三个 我全取次量过 口上有一个沙洲 里面却是深水 可是 那沙洲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面积上扩张 也为了向深处扩张 形成一个独立的 胡找式的盆地 而两个夹角 正表明了沙洲的方位 海岸上的 每一个港部的入口处 也都有一个沙洲 正如凹处的口上 阔度打于它的长度 沙洲上的水 在同比例度内 比盆地的水更深 所以 把凹处的长阔属 和周遭的胡岸的形形 告诉给你之后 你就几乎有充分的材料 可以列出公式 凡是这一类情况 都用得上它 我用这些经验 来测量胡的最深处 就凭着观察它的平面轮廓 和它的胡岸的特性 为了看看 我测量的准确程度如何 我画出了一张白湖的平面图 白湖浮原占41英目左右 同这个湖一样 其中没有岛 也没有出入口 因为最阔的一道线 和最狭的一道线 相当接近 就在那儿 两个隔岸相望的夹角 在彼此接近 而两个相对的沙洲 彼此远距 我就在最狭的线上 挑了一个点 却依然交叉在 最长的一条线上 作为那里是最深处 最深处果然离这一个点 不到100英尺 在我定的那个方向 在过去一些的地方 比我预测的深一英尺 也就是说 60英尺深 自然 要是有泉水流入 或者湖中有一个岛屿的话 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如果我们知道 大咱的一切规律 我们就只要明白一个事实 或者只要对一个现象 所忠实描写 就可以举一反三 得出一切特殊的结论来了 现在 我们只知道少数的规律 我们的结论往往荒谬 自然咯 这并不是因为 大自然不规则或混乱 这是因为 我们在计算之中 对于某些基本的原理 还是无知之故 我们所知道的规则与和谐 常常局限于 经我们考察了的一些事物 可是 有更多数的 似乎矛盾 而实在却呼应着的法则 我们只是 还没有找出来而已 他们所产生的和谐 却是更惊人的 我们的特殊规律 都出于我们的观点 就像从一个旅行家看来 每当他跨出一步 山峰的轮廓 就要变动一步 虽然绝对的 只有一个形态 却有着不计其数的侧验 即使裂开了它 即使钻穿了它 也不能亏见其全貌 据我所观察 呼的情形如此 在伦理学上 又何尝不如此 这就是平均率 这样用两条直径 来测量的规律 不但指示了 我们观察天体中的太阳系 还指示了 我们观察人心 而且 就一个人的特殊的日常行为 和生活潮流组成的 集合体的长度和阔度 我们也可以画两条这样的线 通到它的凹处和入口 那两条线的交叉点 便是它的性格的最高峰 或最深处了 也许 我们只要知道 这人的河岸的走向 和它的四周环境 我们便可以知道 它的深度 和那隐藏着的底奥 如果它的周围是多山的环境 湖岸险峻 山峰高高耸起 反映在胸脊 它一定是一个 有着同样的深度的人 可是 一个低平的湖岸 就说明这人 在另一方面也肤浅 在我们的身体上 一个明显的突出的前额 表示它有四向的深度 在我们的每一个凹处的入口 也都有一个沙洲的 或者说 我们都有特殊的倾向 每一个凹处 都在一定时期内 是我们的港部 在这里 我们特别待的长久 几乎永久给束缚在那里 这些清想 往往不是古怪可笑的 它们的形式 大小 方向 都取决于岸上的夹角 以及古时地势升高的轴线 当这一个沙洲给暴风雨 潮汐 或水流渐渐加高 或者当水位降落下去了 它冒出了水面时 起先仅是湖岸的一个清想 其中隐藏着思想 现在却独立起来了 成了一个湖沼 和大海洋隔离了 在思想活着它自己的境界之后 也许 它从咸水 变成了淡水 也许成了一个淡海 死海 或者一个沼泽 而每一个人来到城市 我们是否可以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沙洲 升到了水面上 这是真的 我们是一些可怜的航海家 我们的思想大体说来 都有点虚无缥缈 在一个没有港口的海岸线上 顶多和有失意的小港岔 有些往来 不然就驶入公共的大港部 是进了科学 这枯燥的码头 在那里 它们重新拆卸组装 以适应世俗 并没有一种潮流 使它们同时保持其独立性 至于瓦尔登湖水的出入口呢 除了雨雪和蒸发 我并没有发现别的 虽然用一只温度表 和一条绳子 也许可以寻得出 这样的地点来 因为在水流入湖的地方 在夏天大约是最冷 而冬天大约最温暖 1846到1847年 派到这里来掘冰块的人 有一天 他们正在工作 把一部分的冰块送上岸去 而囤冰的商人拒绝接受 因为这一部分 比起其他的来 薄了许多 挖冰的工人便这样发现了 有一小块地区上面的冰 比其余的冰 都薄了两三英寸 他们想 这地方一定有一个入口了 另外一个地方 他们还只给我看过 他们认为 那是一个漏洞 湖水从那里漏出去 从一座小山下经过 到达临近的一处草地 他们让我待在一个冰块上 把我推过去看 在水深十英尺之处 有一个小小的洞穴 可是我敢保证 不将它填补都可以 除非以后发现更大的漏洞 有人主张 如果确有这样的大漏洞 如果它和草地 确有联系的话 这是可以机遇证明的 只要放下一些 有颜色的粉末或木屑 在这个漏洞口 再在草地上的那些 悬圆口上 放一个过滤器 就一定可以找到一些 被流水夹带而去的系列了 当我勘察的时候 16英寸厚的冰层 也像水波一样 会在微风之下 有些波动 大家都知道 在冰上 酒精水准仪是不能用的 在冰上 摆一根刻有杜树的棒 再把酒精水准仪放在岸上 对准它来观察 那么 离岸一干处 冰层的最大的波动 有四分之三英寸 尽管冰层似乎跟湖岸是紧接着的 在湖心的波动 恐怕更大 谁知道呢 如果我们的仪器更精密的话 我们还可以测出 地球表面的波动呢 当我的水准仪的三只脚 两只放在岸上 一只放在冰上 而在第三只脚上 瞄准并观察时 冰上的极微小的波动 可以在湖对岸的一棵树上 变成数英尺的区别 当我为了测量水深 而开始挖洞之时 深深的积雪下面 冰层的上面 有三四英寸的水 使积雪使冰下沉了几英寸 水立刻从窟窿中流下去 形成深深的溪流 一连流了两天才流完 把四周的冰都磨光了 湖面变得干燥 这虽然不是主要的 却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 当水流下去的时候 它提高了 浮起了冰层 这好像是在船底下 挖出一个洞 让水流出去 当这些洞又冻结了 接着又下了雨 最后又来了此新的冰洞 全湖上都照了一层 新鲜光滑的冰面 冰的内部就有了美丽着 网络的形状 很像是黑色的蜘蛛网 你不妨称之为 玫瑰花形的冰球 那是从四方流到中心的水流 所形成的 也有一些时候 当冰上有浅浅的水潭时 我能看到我自己的两个影子 一个重叠在另一个上面 一个影子在冰上 一个在树木火山坡的倒影上 还在寒冷的一月份中 冰雪依然很厚 很坚固的时候 一切精明的地主老爷 已经从村中来拿回冰去 准备冰冻夏天的冷饮了 现在只在一月中 就想到了七月中的炎热和口渴了 这样的聪明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甚至使人觉得可悲 现在他还穿着厚大衣 戴着披手套呢 况且有那么多的事情 他都没有一点准备 他也许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 准备了什么可贵的东西 让他将来在另一世界上 可以作为夏天的冷饮的 他砍着聚着坚固的冰 把余住宅的屋顶给拆掉了 用锁链把冰块和寒气一起 像捆住木料一样的捆绑了起来 用车子载走 经过有力的寒冷的空气 运到了冬天的地窖中 在那里 让他们静待言下来临 当他们远远地 给拖过村子的时候 看起来仿佛是固体化的壁空 这些挖冰的都是快活的人 充满了玩笑和游戏精神 每当我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 他们常常请求我站在下面 同他们一上一下地 用大巨来聚兵 在1846到1847年的冬季 来了一百个出身于北极的人 那天早晨 他们涌到了这湖滨来 带来了好几车笨重的农具 雪车 篱笆 调拨机 炸草机 铲子 锯子 耙子 每一个人还带着一柄两股叉 这种两股叉 就是新英格兰农业杂志 或农事杂志上都没有描写过的 我不知道他们的来意 是否为了播种冬天的黑麦 或是播种什么新近 从冰岛推销过来的新种子 由于没有看到肥料 我判断他们和我一样 大约不预备深耕了 以为泥土很深 已经休闲得够久了 他们告诉我 有一位农民绅士 他自己没有登场 想使他的钱财加一倍 那笔钱财 据我所知 大约已经有五十万了 现在为了在每一个金元之上 再放上一个金元起见 他拨去了 是的 拨去了瓦尔登湖的唯一的外衣 不 拨去了他的皮 而且是在这样的严寒的冬天里 他们立刻工作了 跟着 霸着 滚着 离着 秩序井然 好像他们要把这里 变成一个模范的农场 可是 正在我瞪大了眼睛 看他们要拨下什么种子的时候 我旁边的一群人 突然开始勾起那处女地来了 猛的一动 就一直勾到沙地上 或者勾到水里 因为这是一片很松软的土地 那儿的遗弃的大地 都是这样 立刻用一辆雪车把他载走了 那时候我猜想 他们一定是在泥沼里挖泥炭吧 他们每天这样来了 去了 火车发出了锐叫声 好像他们来自北极区 又回到北极区 我觉得就像一群北冰洋中的雪屋一样的 有时候 瓦尔登这印第安女子复仇了 一个故宫 走在队伍后面的 不留神 划入了地上一条 通到冥府去的裂缝中 于是 刚才还勇敢无比的人物 只剩了九分之一的生命 他的动物的体温 几乎全部消失了 能够躲入我的木屋中 算是他的运气 他不能不承认 火炉之中却有美德 有时候 那冰冻的土地 把离土的一只钢尺折断了 有时 离现在离沟中了 不得不把冰挖破 才能取出来 老老实实地说 是一百个爱尔兰人 由北方老监工带领 每天从剑桥来这里挖冰 他们把冰切成一方块一方块 那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 无需描写的了 这些冰块放在雪车上 车到了岸边 迅急地拖到一个冰站上 那里再用马匹拖的铁手 划车 锁具 搬到一个台上 就像一桶一桶面粉一样 一块一块排列着 又一排一排地叠起来 好像他们要叠一个 耸入云霄的方塔的基础一样 他们告诉我 好好的工作一天 可以挖起一千吨来 那是每一英亩地的出产数字 深深的车折和安放支架的摇篮洞 都在冰上出现 正如在大地上一样 因为雪车在上面来回的次数 走得多了 而马匹就在挖成桶形的冰块之中 吃麦子 他们这样在露天叠起了一堆冰块来 高三十五英尺 约六七干箭方 在外面一层中间放了干草 以排除空气 因为风虽然空前撂翘 还可以在中间找到路线 列出很大的洞来 一直这里或那里 就没有什么支撑了 到最后会全部倒翻 最初 我看这很像一个巨大的蓝色的堡垒 一个法尔哈拉殿堂 可是 他们开始把粗糙的草皮 填色到细缝中间去了 于是 上面有了白霜和冰柱 看起来像一个古色古香的 生满了苔藓的灰白的废墟 全部是用蓝色大理石构成的东神的住所 像我们在立本上看到的画片一样 它的漏势 好像它计划同我们一起度过夏季 据他们的估计 这中间25%到不了目的地 2%3%将在车子中损失 然而这一堆中 更大的一部分的命运 和当初的原意不同 因为 这些冰或者是不能保藏的 像异想的那么好 它里面有比之一般更多的空气 或者是由于另外的原因 这一部分冰就一直没能送到市场上 这一堆 在1846到1847年雷起来的 据估计 共有一万吨重 后来用甘草和木板定了起来 第二年7月 开了一次箱 一部分拿走了 其余的 就暴露在太阳底下 整个夏天 站着渡过去了 这年的冬天 也还是渡过去了 直到1848年的9月 它还没有全部融化掉 最后 湖还是把他们的一大部分 收了回来 像湖水一样 瓦尔登的冰 近坎石绿的 可是 从远处望去 它蓝蓝的很美 你很容易就辨别出来了 那是河上的白冰 或是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湖上的 只是微绿的冰 而这是瓦尔登的冰 有时候 从挖冰人的雪车上 有一大块冰掉在村中街道上 躺在那里有一星期 像一块很大的翡翠 引起所有过路人的兴趣 我注意到 瓦尔登的一个部分 它的水是绿的 一次冻结之后 从同一观察点望去 它成了蓝色 所以 在湖边的许多低洼地 有时候 在冬天 充满了像它一样的 绿色的水 可是到了第二天 我发现 它们已经冻成了蓝色的冰 也许水和冰的蓝色 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光和空气造成的 最透明的 也就是最蓝的 冰乃是沉思的一个最有趣的题目 它们告诉我 它们有一些冰 放在富兰喜湖的冰站中 已有五年 还是很好的冰 为什么一桶水放久了要臭 而冻冰以后 却永远甘美呢 一般人说 这正如情感和理智之间的不同 所以 一连十六天 我从我的窗口 看到一百个人 忙忙碌碌 像农夫一样的工作 成群结队 带着牲口和显然一英俱全的农具 这样的图画 我们常常在《历书》的第一页上看到的 每次从窗口望出去 我常常想到云雀和收割者的预言 或者那撒播者的辟语 等等 现在 他们都走掉了 大约又过了三十天之后 我又从这同一窗口 眺望纯粹的海绿色的瓦尔登湖水了 它反映着云和树木 把它蒸发的水汽 寂寥地送上天空 一点也看不出 曾经有人站在它的上面 也许 我又可以听到一只孤独的潜水鸟 钻入水底 整理羽毛 放声大笑 或许我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渔夫坐在船上 偏周一夜 而他的形态倒映在这一面水波上 可是不久以前 就在这里 有一百个人安全地站着工作过呢 似乎紧跟着 将有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 马德拉斯 孟买和加尔各达的辉寒如雨的居民 在我的井中饮水 在黎明中 我把我的智力沐浴在对花路的宏伟宇宙的哲学中 自从这一部史诗完成了之后 神仙的岁月也不知也失去了多少 而和他一比较 我们的近代世界 以及他的文学 显得多么的猥琐而渺小啊 我还怀疑 这一种哲学 是否不仅仅限于从前的生存状态 它的崇高性 距离着我们的观点 是这样的遥远呢 我放下了书本 跑到我的井边去喝水 瞧啊 在那里 我遇到了婆罗门教的仆人 梵天和皮瑟奴和殷陀罗的僧人 他还是坐在恒河上 他的神庙中 读着他们的废陀经典 或住在一棵树的根上 只有一些面包屑和一个水波 我遇到他的仆人 来给他的主人积水 我们的桶子 好像在同一井内碰撞 瓦尔登的纯粹的水 已经和恒河的圣水混合了 柔和的风吹送着 这水波流过了阿特兰蒂斯 和海斯贝里蒂斯 这些传说中的岛屿 流过范能 流过特尔纳特 蒂达尔和波斯湾的入口 在印度洋的热带风中汇流 到达连亚历山大 也只听到过名字的一些港部 在印度派尔的河里面 那是一种大小的水波流 在印度派尔的海益里面 在印度派尔的河里面 感谢观看